我們也是幾位議員用了很多的例子和時間 去告訴林泰 社會的撕裂是嚴重的 我也是跟林泰說 他說是東北的十三人和商學三子 他們判刑的時候 如果他們去到高等法院看到相擁而哭的年輕人 他們的家長的悲憤 他應該可以清楚感受到 社會的撕裂是去到幾嚴重的 但是我自己聽不到林泰有很正面的回應 或者有很具體的措施 說他如何正如他的政綱裡面 或者他的口說要修補撕裂 似乎我看不到很正面的方向 所以我自己對林泰能否真的修補到這種撕裂 我感到悲觀 我希望他也做一些難為一些的決定 但是要正面回應 讓公眾真切地感受到 他是在做修補撕裂的工作 我們的感受就是 他也知道這些是一個問題的所在 而這些問題的所在 我們再三指出 他就算是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因為那個力度 完全不足以說服到香港社會 和市民大眾 重建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的話 其實等於你做得不足夠 亦都是不能夠改變到那個方向 所以我們在討論過程裡面很強調 特首林泰必須要正視 他心目中覺得好的事情 在公眾的眼中 其實是未足以扭轉社會 對於社會撕裂和政府的態度 是有所改變的 今天沒有可能會看 對於社會的消息 在社會期間 是否則在信心 發生種植物